然后你也知道与佛索书书 以前我跟讲过与佛索书呢 是保罗这那么多书信里面呢 得到启示最高的一个书信 所以呢 我相信我也希望我能够花多一点时间 而且我也故意把与佛索放在最后一本书 给今年度来查考 那么与佛索我希望说 我能够用七个系列来讲完它 其实我告诉你 曾经有一个牧师在英国有个牧师叫John Stock 就是约翰斯托 斯图托 斯图托牧师 他用以佛索这本书呢 每个礼拜讲 每个礼拜这样分享 这一哪一章一章一节的慢慢去分享 然后一年有五十二个星期对吗 他总共用了五年才讲完以佛索 所以以佛索里面有很多太多的丰富的奥妙的很多的信息在里面 但是你放心 我没有打算用五年跟你讲以佛索书 我希望我能够用七个系列 我把上帝按在我心里面 特别要跟你们分享的那个一个主题 其中一个主题来跟你们分享 所以我希望在七个系列里面呢 能够完成它 就是七个礼拜来完成这个 这个以佛索书的信息 还没有跟你分享上帝的话语之前跟你讲的笑话 这个笑话的主题叫应酬 就令我很应酬人家 所以我很同感深受的 什么叫应酬 有一个五岁的小孩子 在晚间跟妈妈一起共度晚餐 然后爸爸没在 就很扫兴很很失望的问妈妈 妈妈为什么爸爸总是不跟我们一起吃晚餐 然后妈妈说 没有办法 爸爸要在外面做生意 所以他要应酬 然后五岁孩子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应酬 也不懂应酬什么意思 然后他就问妈妈 妈妈 什么叫应酬啊 然后妈妈为了要让五岁小孩子 容易明白什么叫应酬 他就用很简单的意思告诉他 应酬就是你去做一件你不喜欢做的事 叫应酬 然后妈妈听了 儿子听了 哦 我明白了 然后就当晚就去睡觉 就这么各天起来 然后这个小五岁的孩子 要去上幼儿园 就穿好衣服 然后吃了早餐 拿了书包 然后就跟妈妈说 拜拜要去上学了 然后转过头跟妈妈说 妈我去应酬了 所以今天早上 兄弟妹 我也希望你不是来应酬的 你是来见上帝的 你是来敬拜神 阿们 你不需要应酬我 你也不需要应酬上帝 因为你的生命需要有一位神在你的生命当中 哈利路亚 如果你有圣经 请你打开 以佛所读第一章第一节 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然后我们跳到十五到十七节 打开了我们一起来看 我读圣经和和本 第一章第一节这么说 奉神旨意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以佛所的圣徒 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 愿恩惠平安 重神我们的父 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第三节 愿送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承赐我们 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第四节 有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卷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然后我们跳十五节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的信 你们信从主耶稣 亲爱的众圣徒 就为你们不足的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那我们稍微给你一些短片 看看以佛所里面的介绍 没有关系 其实有声音的 这个以佛所里面呢 的奥妙有智慧有爱 有吗 然后还有救赎redemption 然后有合一 圣灵的合一 有能力 有得胜 在耶稣基督里 所以呢 以佛所是一个相当丰富 属灵的奥妙和属灵的秘密 在这以佛所里面 那么很多人信了耶稣 很多人就是这样 因为信了耶稣这样就OK 入门就可以了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耶稣拯救我们 好像我们买一样东西 比如说我们买一粒风扇回来 其实你每次买一样产品 电器 他都会给你一个menu 就是操作手册 很多人买了电器 买了产品呢 就把那个手册丢掉了 没有用了 其实呢 耶稣拯救了我们 不只是把我们安置在 家会里面那么简单 其实他要我们知道 他为我们预备了什么 今天我要讲的系列 可能要回去 要回去 因为再回去一下 我讲的系列就是 属灵产业的系列 原来主耶稣基督 在复华生天之后 留下来给我们的 很多的产业很多人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去看那个手册 所以每天在基督徒 有上帝预备给我们 赐给我们 这个所有的产业 属灵的产业给我们 我们并不知晓得 你看 一位有钱的人 有钱人 他当他临终的时候 他会做遗族 对吗 他就会把他的财产 然后分出去 所以 一个有钱人 就能够分财产 更何况我们的万王之王 万祖之主 你认为他会不会 给我们一些属灵的遗产呢 属灵的产业呢 很多人不知道 做一个基督徒 他有上帝已经预备给他 吃给他的产业 所以那今天我们会用 一个 这几个 新世纪的东西 上帝要给我们的 我们有查到 第一个今天我要 第一个星期我要给你讲一遍 一遍 是原本智慧的 mé 然後我还能有的 这个年议我要了解 伊佛所的一些背景 我们来看一些背景 伊佛索的特点 当然你也明白了 我之前已经有讲过 伊佛索是 他在监狱里面写的一本书 他是监狱书信之一 他是保罗步道里程中 传到最久的地方 他总共待了在伊佛索 三年那么久 其他的地方都是半年 三个月 然后中间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 就一年八个月 就是在哥林多教会 伊佛索教会是他待最久的教会 三年那么多 然后呢 他也是保罗领受最高启示的一本书信 他是复印最信旺的一个城市之一 认罪的人焚烧了价值五万块钱的 学术书记 之前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他总共 哎呀 你说牧师五万块罢了 我也有其实两千年的五万块 你要一个概念 你要明白 当时两千年前的一个工价 一个工资 一天的工资等于一块钱 五万块钱呢 就等于五万天 你有算过这五万天是多少年呢 五万天等于一百三十七天的工作天 还加上没有新 没有假期 要假期不止了 无新的工作 无修的工作 那些一百三十七年了 所以你看他们烧掉的那些邪数的书 有多大 有多少 是很多很多 所以呢 以佛所是一个很属灵的一间教会 属灵的气氛 相当高昂的一间教会 因为 因为有保罗去传福音在那边 使到很多人得救 然后呢 他帮助我们 从永恒的观点来看 现在所发生的事 很多人基督徒信扰耶稣之后 他还原本留在 现代现今的观点 很多人忙 包括基督徒也是 他们忙赚钱 忙买物质 忙买车子 却不知道 他们只是占居在这个世上而已 所以 以佛所帮助我们呢 用永恒去看这个世界 而不是从这个世界去看永恒 明白吗 所以我们的价值 原来我上了课我明白 以前我讲价值观价值观 价值观和价值是一样 其实不一样的 价值观是也已经既定了 价值是我们本来是有 本来有的 所以价值和价值观是不同 但是我们也不会跟你讲价值和价值观 但是我们常常把那个已经既定的价值观放在我们身上 说来看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常常活得很不快乐 我们常常活得很痛苦 因为我们用现今的价值 目前的价值来去看永恒 以佛所述呢 帮助我们从永恒的角度 从永恒的眼光来看现在的世界 那我跟你讲 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阿波拉罕 阿波拉罕第一次上帝说 你要从你的父家 离开你的本家 本族离开 去我赐给你的地方 阿波拉罕是从上帝呼召他出来 他是圣经里面的第一个宣教士 上帝叫他出来 从他地方去到他不知道的地方 然后圣经里面说 第一次上帝称阿波拉罕 成为希伯来人 在希伯来人 这个意思在希伯来言文 意思叫做 叫什么呢 原来是异类 异类在英文叫 Aliens 常常我们不知道我们是 Aliens 我们以为我们跟世界一样的 当你的眼光 你是在世界的人的眼光 你是异类呢 攻击你 为什么呢 因为阿波拉罕就是当地的异类 然后呢 上帝才把他称为你是我的朋友 我是Algaleo 上帝的朋友 所以上帝称阿波拉罕 你是我的朋友 常常上帝不把你当个朋友 因为你跟世界做朋友 上帝称阿波拉罕 成为希伯来人 就是说 希伯来 就是亚波拉罕 很清楚 他不属于这世界 他来这世界 他来到这个地方 只是占居 只是暂时而已 一天上帝要把他带到 一个他的地方 应许的地方 今天兄弟姐妹 如果你要有 知道你的 你的价值在那里 你的价值在 你怎么来看 你自己何来 怎么来看的世界 我们拼命的 我们不断的拼命的 要跟世界 被世界来认同 我们要世界来 被人 被世界来肯定 因为这么样 我们往往就被上帝否定了 我们因为这么样 往往就被上帝拒绝了 今天 我在问 你是异类吗 如果你不是异类 你就有祸了 因为你处于世界 这世界将要灭亡了 所以呢 它是一个 用永恒的观点来看 现在的世界 然后它是一本 天上的书 第一章讲到 天上的福气 第二章讲到 与主同坐在天上 第三章说 天上各家 与我们一同得名 第四章讲到 主升天 高天 赏识我们各样的恩赐 第五章讲到 天上 我民 在地上生活的样式 第六章 说我们怎样 以天空的恶魔 来战争 甚至最后一个 point 使徒约翰也曾经到过 以弗所 因为那时候 拜偶像的很多 然后 使徒约翰 不是 sorry 使徒约翰呢 来到以弗所呢 就诅咒 那个 叫什么名字 我忘记 中文名字 不好意思 我没有 没有准备 他们拜一种女神 叫Diana God Godness of Diana 不是Diana 不能翻译 就是有一个名字 大什么 大米亚 大亚米神 就是这样一个女神 就是说 这个 他的神像 有很多很多女 他是女神来的 他这个神像 有很多奴房的 就是说 他们 就是 那些 里面都是女祭司 女祭司呢 是跟男人一起 行营在圣殿里面 这样的 很邪的一个宗教 然后呢 约翰去了以弗所 指着那个神像 指着那个庙 来 来 诅咒那个庙 真果不起来 不久呢 这个庙就倒塌了 那神像也倒塌 到今天 你去以弗所 以弗所也就是 现在的 土而其 一个地方 你去看 他的神庙 大和神 这庙宇 到今天 都不能建起来 所以 这是有一点典故 我们来看 这个背景 了解了之后 我们来看 圣经说 一次的产业 原来 产业已经 给了我们 不是等候 再给我们 过将来 再给我们 我们常常说 我们常常跟人家讲 我信要耶稣 我们一天会上天堂 那是将来的事情 但是你信了耶稣 上帝在十字架 耶稣在十字架那边 已经为我们 做了很多事情 如果你没有忘记 圣经讲什么 圣经在 圣经讲 耶稣在十字架 最后的一口气 讲了一句话 讲什么话 很多人没有读圣经 耶稣讲了最后一句话 在十字架里面 讲什么话 成了 然后他就断气 英文叫什么 This is finished This is done 完了 完成了 他在十字架的工作 在十字架的工作 已经完成了 所以呢 他就能够把他所有身上的所有的人力 祝福 得胜 救赎 包括一切都赐给我们 包括给了我们今天我要讲的属灵的智慧 所以呢 这个已经是赐给了 不用再追求了 我们来看第一章 第一节这么说 奉神旨意 保罗做使徒 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的旨意 那 兄弟妹我要跟你讲 你一生当中 你最好 真的要努力去寻求神的旨意 如果你没有神的旨意 去过你的生活 你会过得很 糟糕 你会过得很 乱七八糟 因为你不知道神的旨意 保罗说 我是奉神旨意来做使徒 而不是因为我爽 我喜欢 我做使徒 因为我很清楚神的旨意 为什么神的旨意那么重要 因为当你知道神的旨意 你就很确定 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神与你同在 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做任何事情 是上帝与我们在一起 而不是我们单枪毙吗 我们一个人去做 所以呢 保罗说 我是奉主的旨意来做使徒的 我不是随便 随便喜欢喜欢 就做使徒的 而是因为 有上帝的旨意在我身上 不管我喜不喜欢 不管我愿不愿意 今天有上帝的旨意在我身上 今天同样的问题 我在问 你知道神的旨意吗 你有神的旨意在你身上吗 如果你没有 你最好找出来 你神的旨意在你身上 去做什么 不要糊里糊涂地过一辈子 保罗很清楚的 你看到他的十三封书信 一开头都是这样讲 我是奉神旨意做使徒 所以说 从主那里领受那个权威的 不是人家给他的 不是因为恩典堂叫我来做牧师 所以我就成为你的牧师 因为我有上帝的旨意 这么意思 他也不是说 因为我是使徒 我就很了不起 我很骄傲 也不是因为这样 而是要忠心地自行主所托付给他的使命 保罗做使徒不是出于自己 而是出于神的旨意 他答应了神的选招 他就忠心在那里 受他的指纹 然后今天我们看下去 他说 他是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 这个这里我们讲到 圣经告诉我们说 原来我们的上帝已经 因为我们已经赐成 赐给我们 已经赐给我们属灵的福气 这属灵福气我们来看 源头在那里 源头是在神 然后呢 领域在那里 是从天上来的 不是地上的 然后呢 性质是属灵的 然后管道是借着耶稣基督 在耶稣基督里 才能 才能够 给我们 如果你不在耶稣基督里 sorry 这不是给你的 然后种类是各样 不只是一样 各样的属灵 属灵 福气 然后时间是 曾经已经给了 不是现在要给 还是将来要给 所以我们来看 神是一切 福气的源头 离开了神 我们就得不到 真正的福气 神所赐的福气 是属天的 是人在地上 无法寻找的 人必须要有 属灵的眼光 才懂得 享用 这个属灵的福气 然后 属灵的福气 跟属世的福气 是不一样的 属世的福气 让你离开 也离神 爱世界 忘记神 但是属灵的福气 使人更爱神 灵性呢 更长进 而进步 而且 圣经说 这个福气 是各样的 应付我们 各样的境遇 遭遇 不同的需要 人生有不同的境遇 和遭遇 但是这福气 是供应给我们 在不同 不管你是在高山 还是在低谷的时候 这些福气 都是来供应你的 信徒已经 拥有 享用 第一个福气 上帝给你 第一个福气 什么 得救 得救 得救在耶稣基督里 因为你得救了之后 你就享有 其他的各样的福气 所以 凡是我们 属灵生活 所需要的 神都会 丰丰富富的 攻击我们的需要 接下来我们来看 一个字也很重要的 就是说 就如神 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 卷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神的 这边讲 挑选 拳选 不是 不是捨取 很多人以为 上帝拳选 是 青菜 丁丁丁丁丁 就是这样 不是这么一样的 他是从 我们 人 在万人当中 特别 挑选的 牧师从小 是在渔村长大的 我是在 巴图玛长大的 我无税就跟我 舅舅出去 出海捕鱼了 捕鱼回来 渔夫第一件 靠岸 要做的事情 就是筛选 西无霾 草无霾 这个好的 高贝 这个是 鸡 这样分的 这叫 卷选 你是经过 卷选的 兄弟妹 不是 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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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 拆拆 这样拉你上来 不是的 你是特别 上帝爱你 特别 蒙爱 卷选的 所以呢 神的卷选 乃是 他一先有益的 做动作 绝非一种 偶然的施舍 换句话说 我们得救 乃是 神在 创世以前 已经 期待 事先了 今天你会走进 教会 敬主 耶稣 不是偶然 哎呀 今天赤宝 太得空 哎呀 又没有事情做 哎 这边有教会 那忽然间 走进去 不是这么样的 是上帝安排 在一个 在一个 既定的 某个时间 既定的 某一个 环境里面 让你 走进 他的生命里 然后 神的 全选 是神的 主权的 一种 主动 行为 完全依照 他自己的眼光 喜好 需要 来 挑选 拣选人 所以 任何人 均不能 被 更动 他的 改变 他的 拣选 神的拣选 绝不是 盲目 毫无目的 的 拣选 我们 乃是 在我们身上 要得着 称赞 所以你要明白 上帝的心意 然后 基督乃是 神永远 拣选的 价值 和标准 非基督 无论多好 神也不要 因为基督说 这个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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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 你就在上帝的全身 里面 阿们 然后最后一个词 我要特别注意的 胡有瑕疵 什么叫瑕疵啊 讲福建话 比较容易一点 不及格 不及格 胡有瑕疵 今天你看 你的生命 兄弟妹 不要看 你目前的 我常常 鼓励自己 我常常 告诉自己 我也常常 鼓励 兄弟妹 不要看 目前的你 如果我们 常常看 目前的你 我们 跳楼十次 都还不了 还不了给耶稣 因为我们 真的不配 但是上帝 总是 把我们安置 当 我 当上帝 看你的时候 是用将来的 眼光 看你 我看没 上帝看美花 不是现在的美花 是将来 荣耀的美花 跟上帝一起 重想在 他基督里面的 一种的 那种的地位 所以不要看 目前 上帝要 卷寻我们 然后 我们是 毫无加持 然后最后 next 使你们 真知道他 因此 我既听了你们 然后 我们来看 圣经说 保罗不停地 为 他们 祷告 祷告什么呢 祷告叫 上帝赐给他们 赏他们 智慧的灵 然后 我要稍微 还没讲 之前我们讲 祷告 保罗是一个 很有爱心的一个人 真正一个 有爱心的一个人 不只是 过在口中 常常 我对你很好 我爱你 这样而已 一个最好的 最佳 有爱心的一个人 是常常 为你来 祷告的 你不相信吗 我 我证明给你看 你就明白 请问你 每天 你怎样 祷告 主啊 祝福我的 生意 祝福我的 工作 祝福我的 家人 祝福我的 孩子 祝福我的 如果你不爱 他们 你会这样 祷告吗 但是我告诉你 这些祷告 都是自私 祷告 因为你是为 你自己 和你所爱 的人 保罗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他祷告 不仅是为他自己的祷告 他说 我常在祷告中 我为你们不住的祷告 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 常常提到 常常代表他 代表他的代祷 是有负担的 是诚恳的 不是敷衍 不是应酬的 原来 这个是 祷告就是爱心的关怀 祷告是爱的最佳的表现 你爱人吗 你爱弟兄吗 你爱你姐妹吗 请你为他祷告 祷告 就是一个最佳的表现 爱的最佳表现 我们来继续看下去 我们还没讲 智慧的灵之前 我告诉你几样东西 你必须要了解的 知识和智慧有什么分别 知识跟智慧有什么分别 知识就是信息加 信息加思考 你从internet找到一个信息 然后你要思考之后 成为你的知识 知识你可以去读来的 知识你可以去学来的 然后智慧呢 智慧是知识加上创意的应用 就成为智慧 就是说 知识是一种学问 你可以去学来 学 学问 学问 学了又问 问了又学 学了又问 你成为你有知识的一个 知识的人 智慧是经过岁月的累计 是你把你的知识累计起来 和学问累计起来 运用在你的生活上 叫智慧 几样东西你要注意 有知识的人 不等于有智慧 你看 有些人读到大学啊 可是他读史书的 他生活是很糟糕的 他不懂得自理 自己处理自己 很多人读到大学出来 都跳楼自杀 因为他有知识 你有智慧 掌握很多使用的技能 也不等于智慧 你有很多的技能 你知道你是读工程师的 你知道怎样把一件物质 建立起来 不代表你能够活 不能够你有智慧来生活 所以你要记住这两点 但是今天我要讲的是 智慧的灵 什么是智慧的灵 智慧的灵不是靠经验 可以得来的 也不是靠学习可以得来的 保罗说智慧的灵 是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所赐给我们的 是上帝给我们智慧的灵 然后有一个目的 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回来看 一个目的 目的是什么呢 使你们真知道它 真知道它 什么是智慧的灵呢 智慧的灵就是上帝赐给你的 叫你能够认识真神 叫你能够知真知道它 原来上帝 耶稣知道我们 知道神也有分真和假 我举例你就明白了 什么叫真知道它 我先解释什么叫真知道它 真知道它就是很深切的知道 充分的知道 正确的知道 彻底的知道 全辈的知识 关于它 这叫真知道它 真知道它是一种体验它 经历它 真知道神不是脑袋的知道 乃是心里的认识和生活的体验 我举几个例子 你就明白 请问 大家都知道孙中山吗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孙中山吗 没有人不知道孙中山 他是果父 中国的果父 也是台湾的果父 都是果父就对了 果父孙中山 但是 请问 有多少个人在这里 跟他一起吃过饭 生活在一起 跟他一起看电影 跟他一起喝茶 没有了 大家都知道它 不是大家都真知道它 明白了没有 所以 今天我们要认识基督 上帝给我们智慧的灵的目的 就是要我们真知道它 我再举例 当耶稣从母亲玛利亚 把婴孩耶稣生出来的时候 圣经讲 有一个王叫西律王 要把他杀害 然后 为什么要把他杀害 因为有几个博士 从东方的来 要寻找这个基督 找这个耶稣 要来朝拜他 他就是将来的王 世界的王 西律王听了之后就很生气 一定要把这个孩子 早先把他杀掉 然后呢 圣经讲他找几个 找了几个 祭司长和文士 问基督在那里 请问 祭司长是在那里的人 祭司在那里 祭司是在圣殿里面的人来的 在教会里面生活的人来的 文士是什么人 文士是抄写圣经的人 很懂 很晓得 很熟读 背圣经 背得很熟的人 叫文士 文士简单 今天来讲 就是圣经老师 对圣经很了解 很明白的人 他问基督在那里 不用翻圣经啊 他们就直接 把圣经的经文说 基督会在 玻璃痕 然后 基督王就 去了 去了 玻璃痕 把所有 婴孩都杀掉 婴孩 把婴孩都杀掉 你看 你看啊 几个博士 是不认识耶稣的 对吗 几个博士 从东方来 是要找耶稣的 他对圣经不了解的 却知道 从东方一直 跟着那个 星星来找耶稣 他们却认识神 却认识耶稣的 几个 祭司掌和文士 天天在读圣经 却不认识耶稣 熟读圣经 知道一种知识而已 基督在玻璃痕 却找不到耶稣 最后拜耶稣是谁 就是那几个博士 而不是那几个 祭司掌和文士 今天一样的 兄弟姐妹 你可以来教会 你可以带教会很久 你可能读圣经 读很久 你不一定能够认识耶稣 你真的知道耶稣 你必须要有智慧的灵 才能真正的认识耶稣 上帝要赏给我们 赐给我们的是 智慧的灵 今天有太多人 用头脑 研究基督 教会 却很少的人 在祷告中 仰望神 得到启示 人对基督的丰满的知识 完全在于 完全在于智慧的 智慧和启示的灵 不是人的发明 乃是神所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只有谦卑向神 祈求 大部分 圣徒为什么眼光 前短 属灵 贫乏 贫穷 人力软弱 多半以 跟有没有智慧的灵 有关 所以 很多人喜欢讲 我信主很久了 我信主有22年了 其实 他的知识 他的智慧 只停留在他信主的那一年而已 一年的信主 重复了22年同样的事情 我每个礼拜来教会 每个礼拜来教会 每个礼拜来做同样的事情 这不是他有22年的 认识主的22年经历 而是只有一年的认识经历 从来没有讲到 不是你去教会有多久 不是你读圣经有多少 你必须要有上帝智慧的灵 才能够帮助你 摩西 然后我们来看 智慧灵有什么呢 圣经讲 智慧灵是圣洁的 是和平的 是温柔的 温良柔顺的 是怜悯的 多洁善果的 是没有假冒的 第一 智慧灵第一个特点呢 就是圣洁 也就是说 庆幸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健身 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在生活里面见到神 就必须要有个纯洁的神 神不再容忍污点 过污秽 参透基督的生命 就好像以前那个 以利的两个儿子 在圣殿里面 把人家献给上帝的肌肉 切掉那丧好的部分 把占为己有 然后在圣殿里面跟女人心仪 如果你要 你生命当中有智慧的灵 你必须要选择地 过一个圣洁的时候 第二 和平 圣经说 圣洁的灵来自和平 和平在日典里面的 分享的意义是什么呢 是一颗不受干扰的心灵状态 眼离心理 心理冲突 没有斗争 和谐相处 实现和平的状态 不争吵 请问 我们的生活 有体验这种智慧的灵吗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生活是按爱好和平的 圣经讲 死人和睦的人有福乐 因为他必成为上帝的儿子 一个真正的弟兄 是爱好和平的 他们是不同教条 不同宗派 不同阵营之间的和平使者 而不是那些挑起 纷争 辩论 控制 控 谴责 造成基督 基督教 之间战争的人 如果你要知道一个人 有没有和平 有没有智慧的灵在他里面 你就从他身上 看他有没有使到人和平 有一些人 是唯恐天下不乱的 他看到一样事情 他越把他喜欢 越把他越吵 越乱越好 真的有这样的人在教 他不会是说 死人和睦 看到东西 把他说好话 把东西弄给他 不要这么 不要给他更乱 有智慧的灵 他是希望人家和好 而不是看人家吵架 你在那边 哇 叫我把灵根 把灵根 这叫和平 接下来 柔顺 智慧的灵 是温柔的 温柔是指一个人 的君子风度 一个温和的人 是不会在语言上 或行为上 有暴力倾向 苛刻 粗鲁 或恶劣的态度 生世的获胜 生世是出于 上流社会 来自于王族的地位 我没有想象 有谁的身份 比耶稣基督的儿子的身份 更高贵 你是上帝的儿女 你应该有 因为你不只是来自上流社会 你不是王族 你是望王之王的儿子 你更应该显露出 那种君子的风度 温柔的风度 倘若你是一个容易被恳求的一个人 那么你就是一个脚踏实地 扎扎实实 实在 真实的人 那你就是 那么平易近人 受教体贴 一回应别人的 认真请求 不会摆架指说 我太属于了 我很圣洁的 你不可以接近我 耶稣从来都是 不是敬而言之 而是敬而情之的 有一次 有一班小孩子 赶过来 要给耶稣祷告 摸头祷告 门徒阻止了 小孩子走开 大人在聚会里 不要吵 耶稣说 让这些小孩子来到我的岂边 我让我来 这些孩子都是天国的 还记得吗 当有一个 有一个瞎眼的人 在街上大喊 大尾的子孙 求你可怜可怜我吧 遗止我 然后那旁边的人 你静静啊 耶稣很忙 你不要吵他 他有正经 有正经的事情要做 你请你离开 然后他越喊越大声 大尾的子孙 可怜可怜我吧 最后怎么样 最后耶稣走过去 为他祷告遗止他 还有一个 长大麻风 舍太高的人 没有人敢接近他 没有人敢靠近他 耶稣去摸他 然后为他祷告 叫他的遗志 叫他的长大麻风 得了遗志 耶稣是一个 温和 然后可以接近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要素 然后怜悯 什么是怜悯 兄弟姐妹 怜悯是 这意思是 避免伤害 惩罚 反对他 我们生命中 有很多人 不一定 每一个人都喜欢你 我们要接受一个事实 你的 待人主 是有多好 耶稣那么好的人 人家也会反驳 他 要把他杀死 这是一个事实 我们不能做到 人见人爱 人家看到你就 看你好像宝贝 这么样 当那些人 反对你 恨你的时候 你要怎样的态度呢 报复 他做厨艺 我就做厨艺 他这样对我就对付他 是吗 这样你就失去了 智慧的灵 智慧的灵 是充满怜悯的神经 能够避免伤害 惩罚 那些反对他的人 没有怜悯的人 会让一个人很坚硬 很苗 轻视 语言上总是 恐吓 但人家对你不好 反对 跟你过一步去的时候 你第一个人的本性 就是用语言恐吓 如果你在做我的看 我警告你的人 我们有没有这样 耶稣从来没有这样 耶稣从来没有用语言上来恐吓 这就是怜悯 你有怜悯吗 如果你没有怜悯 你要学习像耶稣这样 有怜悯的心 不是可怜他 其实那些对付你 不喜欢你 跟你过一步去 给你难堪的人 其实他们是蛮可怜的人 所以你要用怜悯的心 来怜悯 接下来 智慧的人是有结成熟的果子 谁喜欢吃不熟的果子 猜下来 有苦涩的 然后不甜的 然后没有水分的 很乎干的 是吗 任何果子不熟你来吃看 都是苦涩的 都是不甜的 是没有水分的 没巴罪耶 是吗 当一个很熟透 很熟的果子 你咬下去 哇 足以下料 很水分 充满水分 很甜的 很喜欢吃 所以呢 有智慧的灵的人 他是有 能够结果吃的 基督必须要长出 这样的果子 不偏袒任何人 不虚伪地服事 我们绝不可以 与貌取人 我们常常喜欢 与貌取人 哎呀 这个我喜欢他 我餐他多一点 这个人我不杀西文 我不要跟他讲话 不要与貌取人 我们的言行举止 必须抑制 我们的人品 必须跟我们 服事 服 兵重 这个时候 所以我们最后 结束 我们来看 智慧的灵是什么 大家讲 是清洁的 对 你们还没有睡醒是吧 清洁的 清洁的 是和平的 和平的 温良柔顺的 温良柔顺的 怜悯的 多结果子的 多结果子的 没有假冒的 让我们站立起来 好 真的 好 谢谢大家